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索尔 我选的武术是跆拳道 我觉得这个武术吧 打起来很华丽 我觉得我学的武术不要别的 就最后打起来之后 台下的小姑娘都在尖叫就可以了 你觉得这八个武术里面 哪个是你觉得比较好打的 实战上比较好的 应该是闪打摔跤 这些这几个武术实战意义比较多 那你觉得就是你这边打起来最容易的是什么 我感觉武术种类应该是太极拳应该是比较好欺负 但是选太极拳那个人应该是不好欺负 请被我打得满地照样 让我们欢迎自带BGM出场的男人 华尔君王 这是我们熊猫队的第四名选手 护驾的忠诚们在哪里 王即将上场和对手展开格斗的较量 要么揍人要么挨揍 王的忠诚们可以刷起那一个王的表情 请举起给你们的双手 树上的朋友 我们知道索尔君是一位体格不那么强壮 身材不那么魁梧的选手 他平时的爱好是如实传说的主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胳膊 再展示一下自己的肌肉 是 肌肉是有的 但是总体的这个臂围不是特别的粗 之前囚图跟我说对付他的话 可以用一个那个做十个俯卧撑的卡 那可能就不行了 王做不了十个俯卧撑 你这奸诚 据说传闻是这样的 当然我不知道了 那确实王也是一位 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料吧 索尔君的26岁 性别男 我们说是跆拳道 特长是放倒和左肩 他是属于我们当中最轻量级的选手 他1米73只有55公斤 我的天哪 对 非常的 非常的体重 这个55公斤是最轻量级的 所以还是要看接下他的对手了 对对对 他对手大概是再一点 男子的话110斤55公斤 应该是轻量级到羽量级之间的一个体重吧 他这个是最轻量级的 他这个是最轻量级的 非常非常轻的 一头灿烂的金发 这是王的朋友呢也可以给他投票 让我们有掌声欢迎索尔君 王来到我们的八角擂台 展开他的人生的第一场国际 展现王的风姿吧 索尔君 忠诚在哪里 举起你们的双手 好 那么即将与索尔君 展开今天第四场对抗的蓝方选手 即将登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好 我是封许云 我学习的是散打 靠拳 两个尖手 我跟的这位师傅呢 是有13年散打经历 武艺非常高超的师傅 后脚 对拳 三打是一种实用性实战非常强的武术 一 二 七 我必须要竭尽我所有的权利 去获得这次比赛的冠军 我觉得这八位选手当中 索尔君是我感觉最柔弱的 如果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的话 就准备倒在圈台上 你不准备这一剩子 你不准备这些看法 你不准备打开 你不准备打开 你听我没有打开 你不他跟这个人 我抗拳采 你不准备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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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打开 你不准备打开 你对我 不准备打开 你… 我不准备打开 Qu The 和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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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在我們的投票頁面 就是 相當於五分的這一斤重拳 現在雲哥是二十四萬比王的六萬領先 王的忠誠們也要加油了 好 歡迎雲哥進入八角擂台 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大家記得要給喜歡的選手投票 記得要參與我們下方的競賽 迎娶竹子 雙方在開始前 進行了一番友好的交流 好 讓我們來到最後一場對決 一 昏起來 昏起來 好的 今晚的第四場比賽即將開始 有請我們的主裁判 好 比賽正式開始 這是一場55公斤級別 跨級別挑戰 100公斤的 雙方上來就是擺拳對轟 好 打得非常的激烈 我覺得這個索爾軍 因為在這個體能 在身高體重 畢竟不但優勢 應該 更多的應該使用一些戰術 不應該這樣對轟上去 好 這一拳打中了索爾軍 又一個後手拳 又一個 我感覺是一輛大貨車 撞上了一輛小轎車 裁判要看一下 但是索爾軍也是非常的靈活 他並沒有在這個體力 就是重量相差的情況下 裁判在給紅方5秒 一味的退縮 是 索爾軍打得真的也是非常勇猛頑強 他的體重和他的拳的力量 可能和對方相差很大 但是他一直在對攻 是的 現在還剩下2分20秒 我們看到這個是紅方索爾軍 好 這是索爾軍的潘德爾 使用了技能卡 紅方使用技能 因獲得福 在接近的時間內獲得福 被打多少下獲得多少積分 老雲可以先摟著點 不要在這一分鐘裡猛打 對 打對方的積分是算 雲哥你為什麼一直打呢 但是打中投也是有分的 老雲別打投了 老雲不要打了 對 老雲你先防守就好了 但是紅方還是要防守的 萬一對手把你KO了怎麼辦 是 雙方現在應該要注意一下 對 溫柔一點 雙方進入了一個按摩時期 這個技能卡還有30秒用時間 趁著這個時間往你可以發動 進攻了 好 再來連續基輔組合拳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藍方也開始使用卡了 藍方使用了技能卡 完全複製 複製了對方的櫻霍得福技能 好 藍方現在打的也是都可以得到雙 是 現在雙方都又有櫻霍得福 可以敞開來進攻 哇 這一起中拳 索爾軍倒地了 索爾軍的櫻霍得福消失了 現在雲哥可以把天上去 讓索爾軍打 因為他有櫻霍得福 對方沒有 這個時候雲哥可以 瘋狂地發動進攻了 因為索爾軍不太敢進行反擊 現在還剩下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雲哥似乎是 紅方要防護好 防護好 對 把拳頭舉高一點 抬起來一點 我們看到雲哥的拳似乎變溫柔了 雙方又進入了按摩時代 紅方想雲的話 一定要注重戰術不要對拼 是 在經過了十三招 雙方又開始輪圓的拳動 好 雖然有這個櫻霍得福 但是王並沒有 就是放鬆自己的拳頭 是 這邊因為紅方頭套鬆了 裁判必須要中斷一下 而這個時候 藍方老雲的櫻霍得福 時間也已經到了 雙方進入了正場比賽節奏 第一局還有十五秒鐘時間 最後的十五秒 場下的觀眾也是 在為雙方選手加油 還是最後的五秒鐘 已經是沒有體力了嗎 三 二 一 第一局時間到 顧老師 我覺得雙方一上來 在前三十秒內 是不是打得太激烈了 導致他們第一局 後半段就已經沒勁了 對 像這種跨級別的 特別是身高必展 不佔優勢的情況下 一定要使用戰術 因為最簡單來說 你的胳膊夠不到 夠不到對方 對方可以夠到你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守 因為所有軍在體重上 其實是非常輕的 他在靈活性肯定是優於分行雲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守 注意防守 注意躲閃 當然了 風行雲呢 應該他的戰術 就應該是直面的 重拳的 以KO為目的的 雖然說兩個人相差 這個體重非常多 但是索爾軍真的是在差別 這麼大的情況下 表現得很不錯了 跟大家說可以從這場比賽 可以看出王是一個 什麼樣性格的人 對 絕對是一個不服輸的人 不服輸 敢打 當然了這個不服輸歸不服輸 我們比賽的輸贏 可能還是需要力量速度 體力和技巧來支撐的 那麼現在明顯 索爾軍在身高體重力量方面都吃虧 只能憑速度和技巧來爭取挽回局面了 包括我們技能卡的合理的使用 剛才雙方技能卡其實用的都還不錯 對還不錯了 對其實雙方的 就針對他們之前訓練的這個格鬥項目 也要索爾軍習的是抬拳道 所謂抬就是腳 拳就是拳 主要是拳和腳 但是封信雲修煉的是這個散打 散打的主要就是遠踢進攻和切身摔為主 其實還有一個摔的這個技法 它也是可以在這上面使用的 我們看到雙方的投票也是 林哥這邊是有25萬票 然後索爾軍是6萬7千票 是 王的忠誠們要趕緊投票了 因為現在這個比分 就是票數的比分 看下去王可能還要額外再多損失5分 這就更難了 對 但是我們看到王已經是非常非常努力了 是 很盡力的 我們的休息時間也快結束了 好 第二局比賽應該是時間到了 我們的BOXING GIRL 再次來到了八角擂台高級者 Round 2的標誌 我們即將迎來今天第四場的對決的第二局 由紅方選手索爾軍對抗藍方選手風行雲 好的 有請我們的主裁判 我們看到台下也是有觀眾在說雲哥加油 那索爾軍的粉絲在哪裡 也請為他一起歡呼加油吧 索爾軍加油 好 第二回合的比賽 好 漂亮 這個時候索爾軍準備使用技能卡 最強之矛 好 紅方使用了特殊技能卡 最強之矛 最強之矛的作用是 可以使本局對方獲得的分數減少50% 那麼在這段時間索爾軍 就是可以讓對方的收益減半 好 漂亮 紅方一定要使用戰術 不要去對空 這張卡片是沒有計時的 本局一局都有效 所以這局裡面 王是應該會少損失一些 凡是要尋找機會 注意防守 索爾軍還是非常的靈活 不斷地去躲避 封信民的一些進攻 雙方加油教練 都是在為自己的選手助威吶喊 似乎是想躲 我們看到王的身姿非常的靈命 好 漂亮的後手拳 一次反擊非常的厲害 剛剛一個後手拳打中了 裁判也在催 雙方要盡快出拳 還剩下不到兩分鐘時間 漂亮的一個 漂亮 擊斧 索爾軍是不斷地試圖閃避 然後反擊 很好 紅方 被擊中頭部 這一整局比賽 紅方體力已經不支了 這個 雲哥都是只有50%的分數獲得的 但是我們看到 索爾軍還是不斷地 用自己的身法 是 巧妙地試圖躲避 對方即將出來的拳 這個戰術我覺得是正確的 不應該去正面地去對拼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雙方的得分 可能沒有場面上 看起來差距那麼大 是的 而且現在風行雲 感覺體力有點下降的明顯了 對 其實相對而言 身體比較胖 他的體能可能要稍微差一點 現在還剩下最後的一分鐘時間 剛剛 剛剛藍方的一個組合的擺卷 都命中 紅方的頭部 好 還剩下50秒鐘 這一局對雙方選手來說 都是如此的漫長 尤其是 老雲他覺得這局 受益是減半的 我可能在這局 省體力比第三局更合適 所以第二局他可能不會那麼積極 是的 他確實也是放慢了自己的進攻節奏 好 雙方出拳還是比較輕的 好 相比於開始的激烈狀態 混起來 混起來 好 漂亮 索爾軍我感覺他體力不錯 這個時候還能靈活地運用自己的 因為瘦的人消耗小一點 對 他身體靈活性確實是明顯強於風行雲的 所以在躲閃 對 躲閃 好 剛剛連續的 回合將結束的時候 回合三二一 時間到 第二局的比賽 其實受技能卡的這個改變是蠻多的 是的 因為索爾軍的隊友幫他使用了這張最強之矛 風行雲在這局收益減半的情況下 如果我合理分配體力 從理論上來說 這局確實應該稍微打得消極一點 對 對 這一回合明顯的比上一回合 索爾軍表現稍微好一點 因為這一回合他知道去運用這個戰術了 對 比賽其實更注重的是一個戰術 除了力量之外 但是不管怎麼樣到了最終回合的比賽 也是沒有最強之矛這張卡了 我覺得雲應該需要拿出自己的真正全部實力了 是 如果 如果老雲能在這個三局兩 不是三局兩 就是三局的比賽當中拿下的話 我們今晚還有一場ACE戰 哇 還有一場ACE戰的加賽 是 我們看到雙方的粉絲也是在直播的時候不斷地加油軍體拳呢 軍體拳是什麼鬼 來 軍體拳啊 軍體拳如果你從正兒八經解釋就是 在軍中柔和了各牌積極之長的 用於軍隊的這個士兵們實戰的一種武術 又但不說雲哥是毛山軍體拳 因為他是毛山混術的創始人嘛 我們看到雲哥的教練呢也是跟他商量一下戰術 告訴他怎麼打 其實第二局的分數我覺得差不了太多 對 因為藍方他被使用了這個一個特殊技能卡 所以他的積分是減半的 是的 對 站在一分鐘之內 雙方還剩下 其實到現在為止我們也很難知道 到底是誰的分數領先一些 所以雙方第三回合也要繼續加油了 對 當然還是要看最後的一個決勝回合 我們的決勝回合時間已經快到了 休息的時間總是那麼的短暫 兩位選手感覺體力都還在恢復當中 就已經被教練套上了頭套 要準備開始進行最後一局比賽了 好 歡迎我們的Foxing Girl 她高舉著Final Round的卡牌 那麼我們馬上要進行的是 今晚第四場的最後一局的對抗 假設藍方風行雲能夠拿下這一分 那麼今晚我們將會有 ACE戰的加賽可以看 這真的是再驚喜不過的事情了 快 第三局開始 第三回合正式開始 雲哥加油 雲哥加油 好 雲哥開始發動進攻了 雲哥還是要注意保持上一輪的戰術 不要正面對拼 這時候體力是個問題 但是我看雲哥真的體力真的還不錯 尋找機會反擊 雲哥加油 雲哥加油 現在已經過去了30秒鐘的時間 還剩下兩分半鐘 是 感覺雲哥確實是在體力上會有一些 對 他第二局可能不只是保留體力 而是確實體力有點不支了 第三局 風行雲也在就是緩慢的移動 是的 這球回合明顯稍微消極一些 但反而索爾軍 感覺體力是非常的驚人 對 一直在 因為他之前都一直在不斷的移動 現在還是能保持比較靈活的步伐 是 平均而論 雙方的拳的這個重量和這個職業選手 當然是沒有辦法比 所以我覺得其實KO如果不出現的話 那麼像這樣的這個擊打 不管是輕了中了 只要打到就得分 對 其實索爾軍並不吃太多的虧 對 對 特別是上一回合 敏哥試探性的發動進攻 但是都沒有打到 索爾軍躲避非常的巧妙 就是反應非常的快 我們看到要使用技能卡了 紅方索爾軍的隊友使用技能卡 索爾軍的隊友使用的是組閣右臂 在接下來的一分鐘時間裡 老雲將不能使用他的右手 要把右手背在背後 老雲要把他的右手放在背後 一定要把握機會 先出一個左拳再出一個右拳 現在只剩下一分 好 索爾軍可以進攻了 對方只能用一隻手 那隻手不能用 好 漂亮 剛剛幾拳都有點到面部 林哥 右手是不能用的 還剩下30秒鐘技能卡的時間 還有27秒 好 老雲只能用左手 右手是不能用的 我們看到索爾軍 好 漂亮 漂亮 又是 哇 索爾軍 還剩下15秒鐘時間 在這段時間裡 經過得非常的兇猛 他應該拿到了不少的分數 對 沒錯 還剩下10秒鐘時間 索爾軍 最後的5秒鐘 技能卡即將消失 發動了一下進攻 這下有兩分 有兩個頭部機 時間到 老雲的右手可以恢復使用了 比賽時間還有25秒 只有25秒時間了 比賽還在繼續 所以藍方此刻 只有反擊 只有反擊 才有可能 贏得這一回合的比賽 冯旭雲 還有沒有體力 進行最後的進攻呢 加油了 雲哥 你的粉絲在看著你 還剩下最後10秒鐘的時間 看起來真的是沒體力了 還有5秒鐘 對 最後5秒 雙方擺出了一個非常好看的架子 結束了比賽 這場比賽真的是 雙方都是打得非常的好 雖然說是重量級別有差距 但是我們看到 索爾軍不管是卡片的運用 還是他的體力的保持 還是戰術的應對 都是非常的合理 對 在後兩回合明顯的索爾軍 雖然是這個身高 體重差別很大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佔太多的一個劣勢 反而是最後的 因為對方使用了技能卡牌 分析於反擊之後 並沒有抓住最後的一個機會 是 反而會在第三回合 可能要落後於索爾軍 因為索爾軍之前使用了一個 是阻隔右B的一個技能卡 對 最後一個 對 在那個1分鐘之內 索爾軍其實有很多的一個面部 頭部5分的一個得分的 對 雖然是很輕 但是都打到了 對 所以索爾軍 我覺得應該給他一個 有點鼓勵 因為他通過第一回合 確實把第二 第三回合 調整好了戰術 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對 而且讓我吃驚的是 索爾軍的體力真的很好 他到最後還能不斷地發動進攻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本局比賽的精彩鏡頭 整個月 順兒軍 對 因為 keto 我們會選擇 公用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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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风情云心力的进攻和索尔军不期于不挠的防守反击 那么到底谁赢了呢 因为其实刚才在解说席上我们也有说到了 其实索尔军在这样的比赛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击打 在点数上其实风情云可能未必占优 最终谁赢了我们还是要看最后的祭典的一个结果 来 我们请看大屏幕 最后获胜了居然是体格较小的洪峰的选手索尔军 141比107战胜了风情云 我们裁判高举起了索尔军的手 恭喜同胖索尔军拿下了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好的 那么其实老云可能和自己在比赛中设想的结果不太一样 因为最后的祭典我们还是输了30多分 当然了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只能坦然地面对了 那么你来为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或者对那么多支持你的这个粉丝说两句 因为刚才我看到牛董给你一个人就刷了20万票 其实我想说谢谢观众朋友这么鼎励的支持 但是我刚才跟教练说我这个手有点舌了 就是用力过猛了 太久没运动了 维和过程当中我一直问索尔状态怎么样 我觉得他确实是赢的应该的 是肩关节有些脱臼是吧 有点闪到了 好 那个赶紧咱们场下去这个恢复治疗一下 好 那么获胜者索尔军有什么想要对粉丝和对对手风天云说的 谢谢云哥给我手下聊天 然后我们确实牌比较多比较占优势 而且我们这队把最强的牌基本上都给我了 确实是很多因素吧 不光是实力因素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今晚最让我个人欣赏的一场比赛双方的发挥 无论从自己的比赛的精神和体育精神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好 接下来我会带领最后一场的两位选手回到我们的主舞台和我们其他人会合 来 邀请我们的小刀 来 邀请我们的小刀